各位同學,又見到這四條方程式 這四條方程式是我們剛剛學的四條 這四條有什麼特別呢? 主要是他們有加速度 但千萬不要忘記以前學過的公式 包括什麼呢? 還有V其實等於X除T 還有A等於V除T 惠儀的改變,隨時間就是速度 速度隨時間的改變就是加速度 所以請你記住 我們之前看了一條例子 我們現在再看一條例子 同樣也在書裏面 例題5.12 他說什麼呢? 有架飛機就要飛 由正指加速至60ms負約 由正指加速至60ms負約 現在他只可以在母艦上起飛 跑道只有180米長 他就問你了 咦? 在這個距離裏面 加速度這個速度 是嗎? 可以 最小的加速度要是多少呢? 難不難計呢? 其實不是很難計的 因為如果你記得我教你 畫圖是一個重點 畫圖是一個重點 我試試圖畫圖 也不需要理會那隻是什麼呢? 飛機也好,昆蟲也好 好了,一塊東西 OK 一塊東西 由正指,即是說 U 一開始的速度 就是U等於0 對嗎? 好了 接著 走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 其實有180米 OK 在180米之後 它是需要加速到一個速度 去到60個MS-1 對嗎? 很明顯速度 由5動 至到60MS-1 在180米裡面 好了 即是說 加速度應該向哪個方向? 其實是否應該順著這個方向去呢? 即是說 以外一個加速度 是未知的 同樣這條數裡面 時間 都不知道 OK 好了 畫圈圖 雖然很沉氣 但都會建議你 將你知道的量 寫一次出來 好了 我知道U等於0 V等於180 sorry V等於60個MS-1 對嗎? 好了 接著 距離 總共有180米 有兩個未知的東西 A 不知道 T 不知道 好了 那用什麼方程 可以找到A呢? 是不是? 如果你背過 之前的幾條色 好了 記住要背了 好了 我們有U 有V 有S 你看看有哪條色 但是A 不知道 有U 有V A和T 我們都沒有 對嗎? 有U 有V 有S 但我們不是找T 我們要找A 有S 有U T未知 沒得找 所以唯有只有這條色 有U 有V 有X 只是求A 所以我們就用剛才最後的條色 好了 為何呢? 記住要給它一個方向 越遠 根據這幅圖 右手邊的東西 我們會叫做正 對嗎? 好了 看看 V平方 減U平方 等於2AX 對嗎? V平方 減U平方 等於2AX 好了 V是多少? 就是60 記住 代數下去 就是60 平方 因為它有機會是負的 所以確保自己知道做什麼事 開頭的速度 就是0的平方 等於2 加速度我們不知道的 為2 順著我們方向 走了180米 OK 用計數機吧 60的平方 減0的平方 就是左邊呢 就是3600 等於2 2 180 一按就知道 咦?原來旁邊呢 就是360A 將它除過去 A等於10 ms-2 是嗎? 所以A部分 就算到 是嗎? 對日書的答案 咦? 正正了都是10個ms-2 好 好 跟我們想 A我不知道 就算 這個方向我沒有畫出來 你計出來是正數的 是嗎? 正數就是說什麼? 它順著這個方向走 對不對? 好 看看B部分 它說 所需的時間 所需的時間 就是T 其實當我們知道所有東西的時候 好 任何公式只要找到T都可以 是不是? 又想一下 找 有S 有U有V 求T 有V有U 有A 求T 有S 有U 有A 求T 是不是? 但這條式都用不到 所以 當你做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用最簡單的公式 課本裏面 亦都給了兩個理 是不是? 有U有V 有T 有S 那就差T 那就求T 6秒 V就是U加AT 一樣 我跟昨天的一條都一樣 我用了一條書毛的 OK 向右邊 好了 我用最麻煩的 S等於UT 加二分一 AT 平方 為何這條很麻煩呢? 因為你要做二次方程 所以你會麻煩了 所有東西 題目裏面同一個方向 S就行了180米 留意初速是零 零 零來的 是不是? U是零 T 要求的 加二分一 加速度 剛才計算是十 十 啦 成分T平方 對不對? 所以180 等於零乘T 都是零 加十同二約了 就是五 T平方 好了 180 除 五 就等於 好了 這邊呢 射多布給你看 180等於 五 T平方 除個五過去 即是說 180 除五 就等於T平方 了喔 留意 36 等於T平方 對不對? 好了 開放 同學不會開放 要平方沒有了就要開放 即是說 將開放 36 計出來 T等於6 單位 是秒來的 OK 單位 是秒來的 所以 所以 整條題目 不是很完整的 很漂亮的 完成一次 對不對? 同學 和我細心地 看明它 OK 這條題目 是課本的 page 47 例題 5.12 OK 同學 加油